女子网购包裹上被写侮辱性文字 中通回应 无法确定员工所为 新黄河客户端10月3日消息 9月30日 武汉网友张化女士发微博称 9月中旬自己网购了一款用于按摩肌肉的筋膜枪 时隔两天收到快递时 却发现快递包裹上被人书写了带有侮辱性质的文字 快递公司相关负责人 回应新黄河记者称 接到客户投诉后 中通快递安监部 客服部已开始调查 正在积极处理中 目前无法确定为几方员工所为 会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张化女士说 快递公司应该严查此事 我不是为了赔偿 而是包裹上的侮辱性文字 实在无法容忍